所以今天終於真相大白了 透過笑人專家的解釋 好耶 我有新的縫好 那我是被笑專家嗎 可以 你下一個網路遊戲就取決你成被笑專家 不要 那個嘲笑的影片是在講說 要考慮那個人想不想要被你笑 如果我們一直帶著良善和同理心的話 比較不會在那個人其實不想要被你笑的時候 不小心笑出來 造成那個人真的覺得喔天啊 很難過 好難喔 沒辦法 然後我可以跟你講那個例子 那個是在上課的時候會有 有一個小朋友他應該要唱平的音他往上唱 然後他又很努力上課所以唱得很大聲 兩個人就笑他 兩個人笑得比較嚴重 其他人也不一定有確定 嗯 所以你也會笑 然後我不會笑得很大聲 但是我還是旁邊 但是我當場會停下來 可是所以你的笑其實不是一種嘲笑 就不是笑他 我只是笑這個事件 他娛樂我 然後他已經進入我的記憶裡面 就是今天換的另外一個人我還是覺得很好笑 嗯 所以你其實笑的是那個事件 對 因為有時候我自己也會 太晚別人 然後就把那個人插進去那個世界裡面 然後我開始了我又笑一次 哈哈哈哈 就我覺得還有哪一個角色很刺成這個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換一場跟我講這種劇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會跟我說 欸如果這個是比那個人這麼做的話 應該會更好笑 哈哈哈哈 所以你是非常不personal的 嗯 對 但沒有解釋就會被誤會 但是很容易得罪 因為別人不會 沒辦法分那麼快分別 就覺得我在笑那個人 好 因為其實我在錄的時候 我有講到一個點是 我另外一個例子是我被笑了 然後我被笑的當下 我會很想要知道大家在笑什麼 然後我到現在其實還是不知道 所以說不定你可以解答我 OK 就是有一次我在詩琴的時候 我詩的是這種鋼琴 所以這個鋼琴它距離換近 然後就彈得大聲 然後那個是我第一次 在比較大的人面前詩琴 他們是我高中生的會中 是他們的詩琴 嗯 然後我詩琴的時候 因為琴很大聲 竹琴距離我 大約是有五步的距離的遠 所以他在那邊講的話 我在這裡其實聽不到 然後他就說要反覆 或者是要繼續唱 總之我就是根本沒有聽到 所以我就繼續彈 然後他 他當下就是 就是呆掉 然後就看我 然後大家在台下就發這個 呵呵呵呵呵 的笑聲 哈哈哈哈 然後我笑的 他們笑的那樣子 哈哈哈哈哈哈 是不是一定要笑回去 都每一個 都每一個笑的那麼健康 哈哈哈哈 然後他們就是發說 呵呵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好笑的 的笑聲 然後我就是在影片裡面 我就跟大家說 我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他們在笑什麼 嗯 就是 是在笑我 笨 還是在笑我 可愛傻 好玩 還是在笑什麼的 我就是不懂 所以 我當下的心情 一直到現在的心情 我只會覺得說 我這麼努力的做了這個事情 可是只是做錯了被大家笑 然後我真的彈琴這件事情 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 而是我願意在你們面前 就是面子全部要的一件事情 哇 就是對我來說 這個是 這麼嚴重 然後必須要 沒尊嚴沒人格的 讓自己在地上 被大家践踏的事情 而不是 大家覺得 哇好厲害 在台上這樣子彈琴 對我來說不是那種心情 就是從那次以後 還有其實從那次之前 我其實都覺得 我只是台上的一個小丑而已 像我的教會聽到別人彈錯 會覺得好笑 但是不會笑成這樣子 可是如果這時候 竹琳做了一個什麼 很悲悲的表情 我很傻眼的表情 我會覺得更好笑 那有可能是因為那個竹琳他就 對 就可能他傻掉的樣子 讓我覺得更好笑 所以他們笑的不是我嗎 一開始的點可能是你 但是可能後來讓 我是以我的角度 如果讓我覺得更好笑的 應該是由誰做了什麼事情 讓我覺得更好笑 不然這個對我來說也連續不下去 我會覺得有一點 就沒了 我想起來了 對對對 其實他們是在那個竹琳做了那個表情以後 他們才大家開始笑 嗯 然後我原本彈錯的時候 大家沒有人敢出聲音 沒有人反應過來 沒有人敢出聲音 就是我覺得 對那個反應不會很大吧 所以 害我被笑的人是竹琳嗎 但是最後大家笑的人應該是竹琳那個樣子好笑的 就激起我想要笑的感覺 所以這件事情裡面其實沒有人在嘲笑我 一開始可能有 但是可能不是很多 然後反應也不會太大 我猜 就是誰在台上演講 或是講錯什麼 我會覺得很好笑 但是他不會一直持續下去 就是一定有另外一個角色讓他持續下去 喔喔 那你會考慮其實台上的人覺得很丟臉 不想要被你笑嗎 但是我可能沒有想到 那個人可能會開心或不開心 可能後來會想到 但是我覺得我一開始想到就是 反正他都很認真表演 我可能比較會進入那個狀態吧 所以就不會一直想要笑別人 你笑的只是那個事件 就是出錯了這件事很好笑 對 但對於一個認真表演 我不會笑的太多 但能讓我繼續笑的更多 應該都是會有另外一件事情 然後讓這個笑點延續下去 然後甚至就是轉移到別的地方 那你覺得有可能 那一個竹頂的那個表情 會讓人家開始想到效果嗎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是這個又是轉一次 然後又轉回來一次 就可能那個竹頂 把你如果放在比較低的位置 然後朝向的話 那將果才會轉移到你身上 那麼大的關係 就有點像是象徵有一個人講的一個 就有一個人做了一個很蠢的事 但是他的partner 就把他的唇勢放大 笑得更 變成另外一個笑格 挺留在這個面上 所以其實那件事情 原本大家 其實沒有聲音 大家只是 愣住了 想說 欸接著唱不下去了 可是當主題就是 之類的表情的時候 大家就開始覺得我很可笑了 嗯嗯嗯嗯 或是覺得他做的表情很好笑 這個就不知道 因為你說你沒有看到 所以你不知道那個焦點轉移 最後是留在誰的身上 可是是他做了表情看我以後 大家才開始笑起來的啊 對啊 那這樣子應該是在笑我啊 所以是他製造了這個效果 以至於大家開始笑 然後不確定大家被他的這個行為 影響的時候是笑他還是笑我 對 嗯 所以才問你說最後你有沒有看到他們 就眼睛在看哪裡 那根據你對那個人的認識 來拍照那個主題 沒有認識到那麼深欸 哦 好 對啊而且那時候因為我才國中 所以我還 你才國中 對啊 哦是哦 我以為你是去一個學校表演或什麼的 沒有那個是教會裡面的 哦 青少器 國中已經很了不起啦 我以為是可能二十幾歲後才去的 哦 了解 可是你說當下並沒有很多人笑 在那個組裡沒有做任何事以前 嗯嗯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很值得參考點啊 就是 你犯錯這件事 對他們來說沒有那麼好笑到這樣子 就是 例如說這是他的位置 這個是我的位置 嗯 你在我的位置 他就 所以我沒想笑啊 就是他一直在轉 但他不知道要幹嘛啦 所以我會覺得很好笑 哦 但是如果他今天像是 在假設另外一個情況 他是說 好像嫌棄你或者覺得煞毀的那種感覺 我會覺得沒那麼好笑嗎 因為是真的 生氣啊 或者是覺得不爽啊 反正就是有衝突 那不是一個好笑的東西 哦 所以他如果是 這樣子看我的話 對啊 就是一個認真的 我就不覺得哪裡好笑啊 但是如果他不知所措 我覺得很好笑 哦 所以大家是在笑他那個不知所措的狀況 不是在 從頭到尾都不是在嘲笑我 對 對 我覺得那件事可能對他們來說 沒有到那麼好笑 對我來說也沒有到那麼好笑啊 對啊 沒有人覺得那麼好笑啊 但是他們在當下他們會覺得 他們笑得高興啊 我才是那個學人沒有那麼好笑的人 他們不是 他們就笑得很高興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他做了什麼事 放大那個笑點然後焦點在他身上 然後效果也變得在他身上 然後我們會覺得好笑 我意思是在他做任何事之前 就是從你可能做錯 那個當下 這個事件崩發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件如果沒有延續下去 他很快就熄滅了 但是他一定是做了什麼 然後就繼續下去 然後你說你余光有看到 然後如果他做的事情是 就是很認真像那個這種感覺 那我不會覺得這很好笑啊 所以應該是他的肢體或是 對應該是肢體 比如說他沒有表情 所以應該他肢體做了什麼好笑事 我才會覺得 欸這件事變得好笑了 不會是在笑我 聽不懂他的話嗎 那你好笑的點是因為他很好笑 還是我很好笑 就是他很好笑 就是他這個焦點變得在他身上 他就變成接著那個梗的人 然後把他放大的梗 也有可能是他在化解尷尬的方法 也有可能 對 所以我感受到的嘲笑 是我的主觀感覺 事實上應該不是 對對來說我是台翔觀眾的話 不會覺得你犯錯比較好 會比那個更好笑 然後大家在笑可能也沒有注意到 我很挫折 對 這樣子 我多年以來都一直覺得 他們是在笑我 聽不懂人話 我的主觀感受有可能是被扭曲過的 因為我太緊張 而且太不想要被人家笑 所以人家一點點風吹草動 我就懷疑是在笑 嗯 然後人家那個竹林這樣子一直看我 就我也會覺得是 在覺得我都聽不懂話 你是沒有聽到我在講嗎 就是他的那個動作是給我這個感受 然後大家就開始笑 所以我才 我的解讀就是他的動作是說 你是都沒有在聽我講話嗎 然後大家就開始 哈哈哈哈那個人聽不懂竹林講話 我的主觀的感受跟我的解讀是這樣子的 可是我就像你說 你剛剛一直說 這件事本身不好笑 就是如果照你這個解讀的話 確實他真的不好笑 我不知道啊 說是有人覺得好笑啊 像那個我剛剛講的那個學生唱錯的那件事情 就是他唱錯的時候 大家兩個人就開始笑 然後我就叫大家停下來 所以也是在不好笑的狀況下 那大家就是要嘲笑啊 除非除非是這個同學 他平常就是一個搞笑的擔當 要不然就是習慣唱錯 他可能自己也會覺得很好笑 那我才會笑 就是這些情況下 不需要在場任何其他人 去接他的梗或是製造什麼 我就會笑 但只要這個人是很認真 就像你這樣子 然後不覺得好笑 我覺得台下人不會覺得好笑 那如果針對於兩個小孩 可能他不是很認識你這個人 要不然就是他本來就是 真的靈通離心 要不然就是霸凌 我猜有可能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喜歡霸凌別人 或他可能就是針對你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應該都是少數 就是那麼幾個 所以就算他們笑的話 也不見得會真的製造什麼 渲染的效果 對啊 我就必須要好笑的東西 一定要是共同的語言 才有辦法好笑 不然笑只有那幾個人 我上午的那個影片是把它歸納成說 你嘲笑或者是你笑的那個對象 那個對象他有沒有讓你覺得他想要你笑他 他是跟你一起歡笑的話那是OK的 可是如果他是 他沒有純心要做事情給你笑 然後卻被你笑 那可能他心裡會是不舒服的 對,我覺得這個切入點OK 因為這樣就會比較強調在於同理心 對,然後你切入的點是在於 那個笑的火花是怎麼傳遞的 對,然後以我是一個國高中的小屁孩的話 我會覺得好笑的事是什麼 然後還有想到我以前就是 看到台上的人在演講或表演的時候 我什麼時候覺得好笑 通常都不是犯錯的那個人的好笑 除非那個人是我很討厭的同學 我就是要笑他不管怎樣 再不好笑的事我都要故意笑得很大聲 所以就會變成我說的那種欺負霸凌 或是針對他們 但是就是那麼一兩個人 他不會造成一個血染病 因為那個好笑的語言不是一個共通性的語言 所以以你一個笑人專家 很好,大家好是笑人專家 以你一個笑人專家的立場 以這種狀況你來笑人的分析 就是你其實笑的不是那個犯錯的人 你其實笑的是那個做出了一些滑稽誇張表情的人 而且那個人他也符合我的理論 他做這一種滑稽誇張的表情 也許他就是有蓄意要逗人家笑來化解尷尬 對,也有可能 對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很低的機率大家是在笑我 除非是我其實已經平常都覺得大家是很霸凌我的 對 大家本來就很常笑我 那這件事情就會再繼續笑我 對 可是如果我平常沒有這種感受的話 那他們八九成不是在笑我了 對 然後對於大群體來說 這個不是一個好笑的共同語言 所以大家一起笑的話 其實就是共同語言 也就是那個主定有做的事情讓他們笑 如果是要霸凌我的笑的話 也只是小群體在笑 不會大家一起笑 對,而且他們笑的理由 可能只是想要附和那個霸凌王 懶凌王 霸凌王 對 就是想要有那個我被接納的感覺 我要跟著笑 所以大家真的 真的沒有可能是在笑我犯錯嗎 真正因為你犯錯會笑的人只有幾個 嗯嗯嗯嗯嗯 因為我犯錯會笑的人 但是會群體笑的話 應該不是因為我會 對 哦哦 那特別是如果他那個人一直轉頭 他是帶著指責性的 下面更不可能會笑 所以我覺得應該發生不是指責性的那個樣子 原來如此 嗯 哇,我痛恨了那麼多年被笑的經驗 原來根本是因為有人搞笑 不是因為我很搞笑 呵呵 不是在嘲笑我 呵呵 為什麼我這麼多年來 其實一直誤解為大家是在笑我啊 我覺得你可能在乎你的表演 然後那個帶來壓力吧 你不是說你以前怕犯錯 或是一個錯都不想犯 天啊,活動力壓力好大喔 我怕的原因就是因為我犯錯會被笑啊 會被罵啊 哦 笑欸 因為一個人真的認真表演 我就不太會有人去笑 就我這個晚年紀 大家會國中屁股屁 我覺得大家會有這個全體意識 吧 或至少在我生長的區域 因為髒話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高雄怎麼樣 呵呵 呵呵 就是 就是 髒話的風俗民情 是大家不會笑犯錯的人 對啊 就是一個人那麼認真 不會去笑他 除非他是認真的搞笑 一個單純認真表演的人 我們不會笑他 除非是這個人 我真的很討厭他 但是那個是我想要霸凌他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在別的場合 有被笑過 所以這個場合我也 直接就會想說大家就是在笑 啊 嗯 嗯嗯嗯嗯 所以今天終於真相大白了 透過笑人專家的解釋 好 耶 我有新的縫好 呵呵 那我是被笑專家 呵呵呵 可以 下一個網路遊戲就取得你成被笑專家 不要 呵呵呵 所以經過了笑人專家 呵呵 多年來的分析 嗯 我對被笑這件事情 有不一樣的解讀了 就是 跟我主觀一直以來以為的 其實很可能是不一樣的原因 所以這個是 很有意思的討論 嗯 嗯 那再跟訂閱分享 感謝小明大 做得好 呵呵呵 先來做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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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